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剛剛上一個節目說起《破壞之王》的電影 了解一下什麼叫超限戰 得到大家熱烈反應 首先多謝大家 留言也很有趣 也很有意思 當然很多人都會問 超限戰這種玩法會被中國帶了不少的Edge 美國豈不是陷入很大的劣勢 今天就要講一講這一方面的問題 因為上一次用《破壞王》來說 這個最主要是 一個容易理解超限戰的一種方式 但超限戰是否無懈可擊呢 當然不是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方法是無懈可擊的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強調每一種邏輯都有他的死穴 其實超限戰 是有相當的弱點在裏面 超限戰其實是一種 企圖以弱性強的方式 為什麼他會在這麼多的圍道打擊呢 為什麼他要又經濟 又輿論 又金融 一會兒又搞外交 又軍事恐嚇 層出不窮呢 實際上他們這裏面是一種孤寒漿 是企圖希望有一加一大過二的效果 即是 一邊用輿論 輿論製造到壓力 這個輿論壓力可能不需要影響很多人 他只需要影響 某個選區裏面的那一二千人 然後那一二千人裏面 他投票投了 要跟中國講和的政客 然後這些政客 只需要幾個就夠了 因為 國會裏面其實不需要有大多數 只需要有關鍵少數的幾個人 而這幾個人是親中的 親共的 到時候一投票他們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就是 在外圍 對你的企業不友好 希望通過對一些企業不友好 然後這些企業回頭去施壓 向美國的國會施壓 向美國的政府 總統那些施壓 然後施壓到差不多 最後一段時間他又會合乎 中國的利益 甚至 開到大門 開到大門又會讓中國很多的科學家 可以過來美國這邊合作 然後合作之後可以拿到他們的技術 回到中國再發展 然後令中國壯大 壯大了之後 咦 這樣壯大了 然後跟美國說你也不要打我了 你不要打算和我作對 你也很傷的 對你沒有好處 然後對中令美國一路一路向後退 這些是超限戰的本質 他很追求一加一大於二 他每一個戰場不需要落很重的本 亦不需要用很重的力 絕對不足以令美國拿起核武來跟他打 甚至連常規武器都不會拿出來跟他打 他是想用這種方式 然後得到的就是 打大仗出來的結果 但是這裡的 問題是他需要的就是 Chain Reaction 你要想一加一大於二的話 一定是有槓桿的 除了槓桿之外 還有Feedback Loop 將你槓桿出來的效果 不斷放大 令到你 有一種 令到你最終計算過 不行 嚇一嚇 看起來原來你是一隻青蛙 但是一吸 吸到一口氣 就弄得整隻牛那麼大 看起來這隻牛那麼大的青蛙 我打不過 或者我打得贏也好 我都全身傷 制不過 不要不要不要 聊聊聊 大家上台聊 但是條件就是 第一你要吸到這口氣 第二你吸到那麼大口氣之餘 你要保持得住 第三就是 你要保持得住之餘 你的肚子不爆 第四就是 人家真的害怕了你 牛那麼大的青蛙 但是如果他那隻獅子一看 神經病 牛那麼大的青蛙 那麼多人害怕 都是一隻青蛙 你的拳 你的口又沒有牙 你的手又沒有爪 你最多只有毒 但是我不怕你的毒 因為我的爪那麼長 六七寸長的爪 我找了一個 我不舔下去 我立刻拆回泥土 拆掉了就行了 我怕你 然後一刮破你的肚子 就完成 將你送了一程 所以超限戰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他假設了很多的連鎖反應 以及一些 feedback 而這個是不一定跟他的期望走 喬良在他的超限戰那本書裏 他舉了一個什麼叫超限戰的例子 當然就是用拉登的911 來講 當然寫這本書的時候 911還沒發生的 但是 他當時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來一個 有一個恐怖份子 對美國本土發動一次恐怖襲擊 然後與此同時 他就在杜瓊斯指數期貨沽空了他 到時一有恐怖襲擊 導致期貨大跌 就既可以 對敵人有心理打擊 然後心理打擊後 在股票市場上又可以製造恐慌 製造恐慌 找到錢 找到錢之外可以滋養他的恐怖份子 然後與此同時 又可以再製造第二重的心理打擊 然後股市恐慌的話 可以令到美國人更加恐慌 於是可以達到他另外的政治目的 他會拿這樣的例子 但這種例子 某程度上是可笑的 可笑就是 他假設凡有戰爭 或者凡有恐襲 股市一定跌 這個在911的確是 但問題是跌多久呢 實際上股市的消化能力 是遠遠超出這一班 從來沒有去操盤的人的想像 他們本來的預計是想美國 受完這個襲擊後 起碼亂你過來兩個月 或者從此一缺不振 甚至跌散了之後 然後最好美元也散了 就可以確立到美元霸權玩完 他們有這種幻想 因為這班 始終都是一班離地軍佬 但實情當然不是這樣發生 實際就是 第一次有恐襲在美國本土 的確有一個心理打擊 但是美國的股市基本上三天內已經消化了 真正最大的打擊是一天 其那兩天還只是喘定 但一喘定了之後 三天就消化了 然後到以後 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所謂恐襲 根本幾乎是沒有效果 甚至是 恐襲之後還升了 都有 你看回歷史就可以了 即是說 所謂恐襲帶來的心理震撼 只有一段 而且這一段在三天就消化了 消化了之後 對股市既然沒有影響 就更加不要說更加龐大的債市 和美元市場 根本就是波蘭 波蘭北京根本什麼都起不了作用 但是最終拉登的結果 就是被人堆壞了 他的組織也被人分化了 最終走了一個新的叫伊斯蘭國的物體出來 而他原本的阿蓋達就借了 日駁西山 沒有這個時候可以留下來 然後 伊斯蘭國 他在全球發動那麼多轉孔襲 真的對股市有多少轉影響 沒什麼影響 甚至還輕旺了 因為還多了訂單 至少你如果買Locky Martin 你會很開心 因為多了訂單 不斷要打大仗 不斷消耗過去 實際上資本市場更加沒有影響 更加不用說債券市場 根本不受這些影響 所以 如果 不斷用這種方式去預期 我這樣 我就會有一個一連串的連鎖反應 然後這個連鎖反應 最終可以令對手投降 這個 裡面是太多的心信 而且往往 背後也反映了 中國人的一種迷思 尤其是現在有大數據和AI之後的一種迷思 他們就是相信有AI有大數據之後 我可以掌握世界的規律 因此只要我把歷史事件由頭到尾分析過 把所有參數分析出來之後 然後我重複這一套東西 不斷地重複就可以不斷地贏 乃至到就是你可以看到 往往他們用這種方式去預測很多東西 預測完之後 做完結果不如預期嗎 他們放一個參數下去又再預測過 又再做過 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AI和大數據只是對一些 有模式 即是說 它只是幫助你找到隱藏的一些 模式 然後幫你optimize path 去找這個模式出來 AI是做這件事的 大數據也是幫你做這件事 而不是預測未來 其實真正對未來是沒有預測力的 它只不過就是如果你那件事發生 本質是有規律 是某幾個因素可以影響到它發生 而是它能夠重複 又不受其他因素影響的話 OK 只要你能夠找到這個圖案出來 然後重複這個圖案 的確你可以拿到同樣的後果 Alpha高速圍企是可以的 圍企是有多少格 60幾格乘60幾格 還是96格乘96格 但無論如何 就算你當96格乘96格 它可以有的 那個combination都是有限的 而且它的 而且它的 Dimension 其實來來去去 就是那幾格 多少格 它的限法 就是這麼多 所以Dimension是有限的 那個 那個變數也是有限的 而這些全部都是用AI可以去解決 它只不過optimize了 找了一個path出來 這是人腦做不到的事 但是電腦可以做到 但是在世事入 哪有這麼簡單呢 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沒有一個 可靠的economic model 可以什麼都解釋 亦都 以數學的邏輯 以及以這個系統 一個複雜系統來看 這個基本是不會有這樣的解決 我們只有不同時期 有些不同的factor 可能會主宰一些 但是 在另一種條件下 就不會再主宰 如果不是就不會凱因斯 和 佛利文那兩套東西交替運用 到現在甚至可以看耶倫似乎 想用一套 誇張一點的海恩斯 應該叫MMT的東西 但是 到今天為止 我們有沒有一套好像可以物理學 拿出手的一套很清晰的理論呢 根本沒有 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 用這個超限制 想著重重複 加上大數據 和AI想著重複一套的招數 不斷地重複這些東西 然後去駁他有連鎖反應 是不合理的 例如 他們好像現在的 例如我當作 Suppose 我當買金服上市 然後突然之間被人撤銷 不讓他上 假設 但我不認同這個陰謀論 本身我才說明 但我當作是一個陰謀論 就是 皇上想黑臉給華爾街大佬看 除了要對付自己的有錢人之外 亦想黑臉給華爾街大佬看 因為你幫 特朗普看人生了 我現在 極限施壓 我特地不讓你上市 等你華爾街大佬沒有B賺 你想有B賺嗎 你去跟你的大佬談 再不然最好就直接 撤斷他 讓他做不到總統 找個溫和派上來 我可能又給你玩了 他這個假設是假設 華爾街大佬就會 是的是的 我去極限施壓 但你又嫌知不會 這群大佬 扑你那街 我謀了那麼久 你究竟搞到我沒有錢賺 我的B賺 然後JP Morgan 高敏 那些CEO 死火了 我本來就叫人家 人家進來中國去玩 這是我們公司的策略方向 你現在弄歪了我 我現在在桌上 被人有壓力 抵抵我 因為有另一群股東 那些股東說 我們不如 跟我們的 Friendly Country 或者Like-Mind Country 做生意好過 在大陸的風險那麼高 你搞到我的B賺中 那麼受壓 那些人一方面就應酬著大陸 假設說 我們會跟大陸談 是的 這個是用來應酬著 B賺中 其實我的方向是沒有錯的 有得談的 你不要現在說 是甚麼才行 現在這樣 另一頭捐錢 叫小朋友去找個Nobalist 捐錢 捐給最強硬的那些 扶你那個街 我現在就是要去美國政府 倒過來極限施壓給大陸 但是我不用出面 我一邊 兩面三刀 我一邊 哄著大陸 另一邊其實就暗牽 一直叫美國政府 不停地打 打到他 扁了為止 讓他貴地求行 然後他自己開了所有條件 然後我就私私地進來 納著數 他可以是這樣做的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你一邊打下去 看起來 不是啦 每間企業都說YES 又說幫忙 甚至出席會議給你拍照 我們中美友好 繼續共同開發 共同合作 應對氣候變化 或者 開放市場 給你金融企業進來 但是為什麼 一邊有這些東西 一邊還有其他效果呢 啊 真是拗頭了 然後迪東昇又會出來 寫了一些報告 不是啦 我們的官僚系統 已經控制到他們的官僚系統 那些官僚系統說不是啦 是啊 我們都不同意這種做法 但是你又怎知道 別人的官僚系統不是在賤你 之前那個情況 可能真的想跟你合作 因為之前看起來 沒有需要啦 算不定條數 這裡順手一提 美國的政治是一個 很量化的政治 所以很量化的政治 是很會計算的 越戰當年能夠贏 越共能夠在越戰中贏 其實不是因為越共特別好打 是某程度上越共的那種策略 令美國算不定條數 美國如果傾國之力去打 不會不贏 如果真的去到狠一點的方式 也不會不贏 但是 美國一開始就是打孤寒張 當初他只是派軍事顧問 他沒有宣過戰 只是派軍事顧問 以及一支一小隊軍隊去訓練 吳亭妍的軍隊 那時候他已經發球傷錯誤 第一 你派太少的軍隊 你打不起他的氣勢 然後導致 第二就是 你又支持一個 不得人心 兼且執行極能力極低的政府 這樣下去 就拖了你入戰爭 然後 Johnson 那些一直都不想打大仗 但是你越不想打大仗 投入不夠 結果越逼越大 結果投入得相當厲害 那條數 一直在打孤寒張 一直在計算 糟了 越計越多 越投入越多 但是又沒有效果 或者有效果 但是一場戰役有效果 但是打完一場戰役之後 對當地的政治沒有效果 那怎麼辦呢 這當然再容許我扯遠一點 這也跟美國的軍事道具有關係 美國軍事道具裡面 不像老牌殖民帝國英國 英國是有心打贏了 拿了一個地方之後 要對他進行統治 不過他不是直接統治 他是一種殖民地式的管治 他是會通過中間人 由中間人去抓莊 而他只不過就是 移植了 英國的一些規矩過來 而這些規矩也會 認住當地的情況去修改 正因為大英帝國是要建立殖民地 所以他是要考慮統治 但是美國是沒有考慮過要整殖民地 對於美國來計 他打贏了一場仗 然後就希望你 自己改變了你的政制模式 跟著我的價值走 建立一個 適合我的政府 然後他就走了 他不理你 他就繼續做生意 正正因為這種分別 美國的 軍事行動中 很少考慮 配套的政治行動 所以才會有 往往就是美國打贏了 長勝來打伊拉克 其實打贏伊拉克 不用一個月可以打贏 幾十多二十天打贏 打阿富汗也是 你看看一齣電影 找英俊雷神 Crips-Tamsworth做的那一齣電影 他們一復原 然後去找北方聯盟 然後去打殘塔利班 逐出塔利班是很快的 那一段時間 但是進去之後 為什麼往往 搞到 越統治得場就越搞 就會有很多恐怖份子 民兵 遊擊隊會出現跟他們作對呢 因為美國在隨後的統治行動做得不好 美國不是在擅長搞這種 軍區裏搞政治行動 是不厲害的 這些跟英國是沒得比的 英國是有殖民地的那種傳統 美國是沒有的 美國不是玩這套 美國只是想考慮怎樣打贏仗 然後就抽身走 但是往往就是你沒有考慮這些行動 那個所謂親美國的政府通常都是散略不堪 沒有執行能力 因為它又要符合你的普世價值 一些表面上的要求 但是其實內裡商業你又一定要比美國有好處 那兩套本質就已經矛盾了 還要加上 美國的利益也會跟當地底層人士有矛盾 跟當地的宗教也有矛盾 美國是沒有想過怎樣去解決這一堆東西 他只是打算奪取了一個看起來親美的政府 我的商業利益保住當然是跟著我不管了 所以在這些位置就往往弄壞了 在這些位置 但是好了 這裡回回頭 美國 所以往往會 超限戰本來 遊戲就是遊戲 美國這一類的弱點 我想對當地進行影響 對於大陸來計就是 你想影響我中國 我就可以用民族主義 來鼓動我裏面的人 保住共產黨來對付你美國 那我就可以 結合到一些人 甚至是可以影響到海外華人 用各種的方式 來 拆你美國台 來加重你美國 和我中國作對的成本 亦都可以用這一套去找 其他一些前殖民地的國家 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跟他們說 你看看美國整天都要搞你 因為這樣搞你 你應該要跟我一起 一起對付他 然後 撞大了聲勢之後 是不是真的跟美國打對台 不是 撞大了聲勢之後 你走去找美國談 然後走去找美國談 其實你不要跟我作對 你看我這麼多人跟著我 是不是 但是我可以幫你談得到 那些人你不要跟他們談 你這些老牌帝國 你搞他們你不行 就是我們這些懶兒才跟你談 讓我去跟他們談 然後你要繼續養著我 養肥一點 那我就幫你派錢派好他 甚至你也可以一起派的 一起去刮籠 沒問題的 其實那個所謂的超限戰 搞來搞去就是搞這些 就是加重你的成本 然後讓你覺得痛 然後讓你就去放棄 但是這裡有個問題 那個對於 私用超限戰的 那個政府 政府的要求其實都很高 因為他懂得什麼時候收 但是偏偏現在這個政府 無論 是 個人的影響 就是習主席那種性格的影響 還是共產黨自己本身面對的 統治危機的影響 他沒有收過 一沒有收過就會踩過路 也就是說他的超限戰從來沒有停 沒有去找到一個位 明明有位給你協商 退後 然後得到一個 OK的結局 然後再下一轉再籌備 而不是 他想 想著利用一個這樣的超限戰 連續不斷的超限戰 然後 一下子得到一個最好的結果 然後一路永逸解決問題 No 這個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 超限戰有太多的假設 這些一階大於二的只能夠在一段短時間 一些特定條件下你可以成功 例如好像在美國 60年代 你用重林戰越共 去拖到美國最終頂不住 其實最重要也不只是因為 因為 美軍打不贏 或者頂不了這種游擊戰 更加重要是美國國內當時有民權運動興起 當時其實對於美國的傳統保守政界 其實是很不利的 那個氣氛本質就已經不利 而美國當時也試過打輸了豬灣 所以在國內本身是有反戰情緒 以及有民權高漲的情緒在裡面 有很多國內問題是需要解決 也有很多年輕人不想在世界周圍的地方搞事 也就是希望美國集中的注意力在國內 有這樣的大環境下 這種越共的游擊戰才能成功 但只要換一個場景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因為當時可以令美國陷入失敗主義 結果拖了很久 但一旦好像在列根 列根出來最重要是給美國人信心 第一通脹可以解決 第二民權那一部分其實不用他去做 民權那一部分前面已經有人幫他做了 他要集中處理的問題 最主要就是美國人要恢復信心 而他做到了 然後美國之後打其他地方也是毫不客氣 打那些地方也有當地的韓戰 那些 山岳戰等難搞的地方也一樣有 索馬里也一樣有 索馬里退出 對美國是毫無影響 索馬里美國也有樣子過的 軍人也拿《Black Hawk Down》那部電影 大家有興趣看看 跟索馬里有關 他的軍人跌了下去 索馬里也是被索馬里的軍閥拿到郵街 但是對於美國有沒有很大的打擊 沒有 對於美國的心理打擊 科索奧戰爭裏面 也有些 不人道的事情出現過 但是有沒有對美國人有心理打擊 沒有什麼心理打擊 所以 不同場景是有不同的情況 不能夠重複 而超限戰 我看到他們 最嚴重的就是 一個明明是臨時性的手段 一次用完就要丟 他現在不斷重複一個套路 重複到一個地步 就是第一美國發覺 你的惡意很強 第二就是 重複到一些人很厭惡 於是你無法發揮他想的一加一大過二的場景 所以其實超限戰的招數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 他不收 他只是一味的不斷重複 然後美國已經看穿了 不僅看穿了你的意圖 以及看穿了你這套手段 而且已經足夠讓全球很多人都很厭惡你這一套做法 已經體驗了 厭到你快點 不要再在台上獻勢 於是 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精英現在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他們有其他議題 分歧得很重要 國內怎樣統治 到底賣錢賣多賣少 錢賣到哪些產業可以吵到拆樓 但是 講到對外來計 都可以說我 我到底是 看亞太多一些 還是看Atlantic多一些 但是有一件事他們已經有共同意識 就是中國現在不是以前 我們以為的共產黨想著有得談 有得慢慢他們會像我們 慢慢起碼會變成一個威權政府 大家 雖然不民主 但是至少有底線 是可以繼續 交往做生意 甚至可以逐步逐步 大家可以多點合作 他們已經得到這個結論 至少現在這個政府不是 如果是的話 就一定要強硬地應對 而且 我不需要玩你的超限戰 你可以看到美國正在制裁 又制裁多七間的 中國企業 這個制裁我相信還會陸續有利 美國是會集中火力 在科技和經濟戰上 落足本錢 跟你捏 因為這兩件事也是他的命脈 他的根基 如果這兩件根基他維持不住 其他東西都不用說 所以 只要在這兩件事上落足火力 跟你捏的話 第一就是要 Decouple 讓你沒辦法在我身上賺到錢 獲得資源 獲得科技 你最多只是拿低端的東西 高端的東西我絕對不會給你 讓你封鎖你的技術 在現在這個級別 而讓你不能再進一步 只要你不能再進步的話 你的競爭力就會減弱 當你的競爭力減弱 你還能否維持到 一支強大的軍隊 然後其他周邊的年輕人 又會怎樣看你 如果他同時投資到印度 投資到台灣 投資到一些其他地方 令到那些地方興旺 或者投資到墨西哥 一來可以取代你的工廠角色 二來 扶起了他們之後 他們也跟你形成一種競爭的話 就可以劃空你的長腳 而且當你的經濟實力弱的話 實際上所有現在埋他班 埋中國班的那些國家都是為利而來的 而當他們發覺 你讓我的疫苗流震 我打了更壞 我以為打了之後 那些人 就算不是防得了也防一半 原來不是 打了之後還是繼續飆升的 疫苗 我跟你一帶一路 我打算買天然資源給你 買回你的基建 誰知道你的基建起到 吵架 又惹到民憤 然後最慘就是 不行 好像土耳其說 買你的高鐵 誰知道開幕那天 高鐵也不會動的 不會動的 那怎麼辦 在我的國民面前怎麼解釋 花了那麼多錢用你的東西 但居然不行 那怎麼辦呢 或者 你說 泰國這樣 我現在起高鐵之後 我原來欠你的錢欠到天價 不要濟了 我怎麼下台 當這些情形如果繼續不斷發生的話 其實已經發生了 又或者等於像菲律賓那樣 大哥 我拿下你的疫苗 叫你一聲大哥 你就把我的海 直接拿到漁船塞住我的海 你叫我的漁民不要出去打魚 那我的漁民找什麼吃 你不是要我整個國家 全家富貴 全部撲街 大哥 那我不行的 我肯做契弟也不行 我肯做契弟你也要有條命給我的 你現在連我的命都拿了 我想做契弟也不能做 大哥我當然是起機跟你打你 那我當然是靠另一個大哥 美國雖然這個大哥也會剝削我 但他不會要我的命的 最重要 但你不是 你現在玩到是要我的命 你為了show call show到最後搞到我根本就站不下去 這些就是出了火 出了事的地方 就會令到其他的地方 回到最後 最終會左度右度 算不上這條數 都是不能夠親中 親共發覺原來不僅沒有好處 少少好處都沒有壞處 但壞處多多 雖然親美也未必有好處 但是 起碼沒有那麼大壞處 兩害雙權取其輕 他們自然就會開始遠離 疏遠回中國 中國就變成了一個更加孤立的狀態 也就是說超限戰不但沒有令到他更多盟友 反而反過來令他更多敵人 這就是超限戰本質上的問題 第一 總結一下 第一 他有太多的假設 他是想用一加一大過二的方式 製造一個chain reaction 然後加重你和我違敵的成本 然後令你自己退退 但在這裏面 第一 太多的假設 這些chain reaction不一定會合作 甚至會回頭 backfire 第二 要做這種chain reaction 要做這種超限戰 是有一個 追求的目標 這是一個戰略目標 而這個戰略目標通常不能太大 你只是想著是一個小打小鬧的形式 只是走一步 我只是說改善一步 然後你就要收了 因為 超限戰裏面 第一次就要丟一邊 要想別的東西 所以只要完成一次 達到戰略目標 就要立即丟走 而不能不斷持續用 同一招不斷反覆使用 但是偏偏 現在中國就是不斷反覆使用 反覆使用到意圖全部被摸清了 手法被摸清了 於是 不再完成之餘 還會惹到重路 現在就令到他會陷入一個很孤立的形勢 當然孤立的形勢理論上是可以令到皇上站得穩 但是 如果是這樣也會局限中國的發展空間 長遠計會令到皇上更加沒有能力派給他自己的軍事貴族 也不會再有能力 可以影響到隔壁周邊的國家站在他那邊 這樣的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當然會令他越來越握得緊 但是與此同時會令他越來越沒有位轉身 而美國只需要堅持著他 不需要甚至打不打仗 他均真就可以了 我和你計足了 以前 我就是求求其當看不到 現在我和你逐條逐條計的話 一計這條數就中國已經很惡性了 所以你看只是經濟戰和 科技戰這兩項的一路封下去 已經令到中國越來越難做 所以 你問我的估計就是 短時間內當然中國的聲勢好像很好大 但是因為他已經玩得太盡 而且他從來沒有利用一個 機會去爭取階段勝利 然後走去鼓舞人心 然後走去吐口氣 起碼經濟可以鬆到磅 他沒有這樣做 而是不斷企圖用超限戰極限施壓 打算去壓回美國的話 結果就是明明是一場 類似游擊戰的戰爭 變成正規戰來打 結果就是這件事適合了美國的口味 因為你越是想這樣極限施壓 美國最怕你不施壓 當你極限施壓到美國的精英 沒有辦法跟國民解釋 除非強硬 這樣就行了 美國就可以一路強硬反擊 這個形勢我會繼續下去 包括 科技的封鎖 經濟上的Decouple 以及壯大 其他跟中國競爭的國家的經濟實力 例如印度 壯大台灣的地區 甚至墨西哥 壯大一些東歐國家 甚至跟歐洲一起合作 壯大捷克那些都可以 或者再落到東南亞 壯大越南 壯大印尼 如果印尼肯 什麼的話 甚至如果菲律賓最終肯 肯乖乖的話 給你一些條件 你肯定是壯壯也好 什麼都給我 如果你肯定是美軍肯定進駐 那你就不用怕 可以出一個題目 給你菲律賓班政客 自己想辦法 你肯定是壯壯的 你肯定是壯壯的 老老實實地 一步一步地玩 其實 中國的花椒 這些超限戰 是沒有任何的 再不會有任何作用 因為他也不是在爭取有限的戰略目標 而是 無限制地亂打 美國就會變成 捱過這一兩年 頭頭 準備得不夠的 可能聲勢上 會差一點 可能因為自己的內部還未穩定 而會有一些反覆之外 中國如果越重複這些超限戰得久 其實到最後越幫美國自己團結 現在再留意 拜登要拿的這份計劃 無論這份 花錢計劃 最終 當然現在會跟別人談判 可能會被共和黨斬了一大堆 但我估計在科技發展的核心上 兩黨應該不會剪掉那個位 可能剪掉一些 福利位 可能會剪掉 但如果是支撐經濟發展當中 環保的可能會剪掉 但如果是跟AI Semiconductor 相關那些東西 我想他們不會隨便剪掉 而且如果考慮到 自動駕駛可能會是一個 維護聯網 IoT 物聯網 Polo的一種技術 一個 令物聯網有得應用的場景下 可能連電動車都不會放棄 如果那裡扔得多錢的話 美國壯大了一個新的產業 養得多人 其實在某程度上已經可以恢復國民的信心 即是簡單說 今時今日的美國需要一個曼克頓計劃 或者一個阿波羅計劃 現在可能會是 來一次類似的計劃 除了鼓起科技經濟之外 鼓起人心 人心有信心的話 以美國的那種 美國也很有韌力 不要以為美國沒有韌力 美國很多時候計算得太盡 太厲害計算 太喜歡量化這些東西來計算 但一旦他立了心 和你長期練習的話 美國那種韌力 是可以 超乎我們普通華人以為有的 超乎我們的想像 他可以真的和你十幾二十年 一直和你練習到盡 到時就看看 中國可以捱多久 今天先說到這裏 遲下再談 歡迎大家的留言 comment like and share 這裏順便要講講 其實其中一位的網友 其實是 GeneOps 其實很感謝他的留言 因為說起科技 他很著重美國社會的科技發展最終 破開到這些超限戰的招數 這是我非常同意的 所以大家聽到今集我也是在這一方面 去說出來 因為實際上我也相信是這樣的情況 只不過就是要大家了解超限戰 是一回什麼事 還有其實 這種cycle warfare 是在怎樣的方式發揮他的效力 然後他的弱點會在哪裡 然後根據這些情況 我們可以做一點沙盤推演一下 後續的發展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各位的留言 其實是很寶貴的 Anyway 遲些再談 拜拜 拜拜